就是这只名叫拉库斯的苏门达拉猩猩 现在引起全球动物学家的注意 仔细看它的脸 可以发现在右眼下方 原本有个大大的伤口 科学家说 它们是在2022年的6月 发现拉库斯受伤 随后仔细观察它的行动 却意外发现 拉库斯会寻找被称为黄蝉的植物叶子 并且把叶子搅碎成泥状 最后附在伤口上 而且在一个月后顺利康复 这是人类第一次记录到 类人员的物种 使用药物来主动处理伤口 科学家也把他们的观察 发表在学术期间科学报告上 而且因为黄蝉 在传统医学上 就是有用来治疗瘧疾 糖尿病等等疾病 另外还有杀菌 抗发炎和氧化等等功效 对未来新药的发展 也有可能带来贡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